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1月27號星期六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馬來西亞歌手王明志 昨日發佈新歌《龍的傳人》 歌詞充滿著諷刺的意味 在MV裏面 其中一名主角身穿著黃色的龍袍 面上還帶著小熊維尼的面具 這首歌引來了大批小粉紅 湧到黃明志的Facebook出征 紛紛批評黃明志辱華 第二單消息 在較早前 一班大陸小粉紅 在英國倫敦的Saint Pancras火車站 大鬧知名鋼琴家卡瓦納 引發出全球熱議 攝氏的鋼琴 一度被警方封閉 現時已經是解封 在解封以後 有人利用鋼琴演奏 《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而鋼琴家卡瓦納 昨日也是重返車站的鋼琴演奏 在講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個禮拜的直播節目 就安排在明天 1月28號 星期日 香港時間晚上10點開始 是10點 因為星期日 少一點競爭 可以提早 少少來做直播 可以提早一些緣 因為 顧及到香港的觀眾 因為大家星期一 又要上班 上課 所以 提早少少 開始直播 希望大家留意 和多多支持 捧場 說回我們今次的主題 先去看看 馬來西亞歌手 王明志 發佈的新歌 為何又引來 小粉紅出征 在他這首新歌的MV當中 有很多 諷刺意味 比如說 片頭 那個動畫 就已經模仿了大陸 廣電總局的動畫 即是有條龍在那裏 飛下飛下 然後 那個 審批文件 寫著第 8964號 這個很明顯就是 諷刺大陸的 好了 至於在MV當中 除了王明志本人以外 還有另一名的角色 叫做小熊為你 哈哈哈 很明顯就是這個戲房為你 而且這個角色 那把聲線 疑似是利用了AI 來創作出近似 習近平的聲音 當然不是習近平錄 另外這個角色 就是 王袍家身 諷刺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在做皇帝 我們又看看那份歌詞 而是怎樣寫的 其中有一段就是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 心在祖國 人在倫敦 哈哈哈 這個又是揭露出 有部份大陸人那種虛偽的嘴唸 即是諷刺那群 離岸愛國者 人 physically 已經是去了外國 但是心態上 仍然是 熱愛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很多這些人 不單止在倫敦 美國 加拿大 澳洲也有很多 實情整個五眼聯盟 充斥著這些人 不少大陸人都是這樣 而且這句也是抽水 一就是抽那群大陸留學生 在倫敦那裡玩陶鴉 大家有沒有印象 早三幾個月的時候 去街頭噴了別人的畫 然後就寫了大陸那些 政治標語上去 滑滑滑的 白底紅字 現在最新一抽就是 抽了這個鋼琴的鬧劇 稍後我們也會說一下 因為這個已經是演變了 全球的新聞 可以說一下 好了跟著那句點說 柬埔寨 緬北泰國 紐約到洛城 都是炎黃子孫 每天打電話打到凌晨 聯繫三表底外生 call了全村人 快來加入我們 哈哈哈哈 這一句其實就是 抽緊那些什麼電訊詐騙 其實就是 絕大部分 大陸人騙回大陸人 至於說那些人怎樣去 輾到緬北 KK園區 其實有部分人是自願去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大陸媒體也有說 不是說個個都是這麼悲慘的 只不過有些人 被人利誘了過去的時候 他原來才發現 沒有那麼容易 是可以脫身的 那就大有人在 但是牛不喝水 不敢得牛頭低 你看現在香港 每天有多少班的航機 是飛去曼谷的 有沒有香港旅客是出事的 甚至乎有些海外的 KOL 走去泰國旅遊 都大有人在 陶財子 其中一個 又去曼谷 又去布吉 你不見他被人抓去圓區 所以根本上有些人 他被人抓去 KK園區 或者是緬北 他事先跟那些 圓區的人 是有聯繫的 怎知捉誰 機場隨便綁握過去 別人的旅遊業 不用搞了 不過我說這些 有些人都不同意 那你就不要鬼去 但是這句說話 很明顯就是 正在抽中那些電訊詐騙 其實多數都是大陸人 騙大陸人 好了 接著那句說 仇日反美是我的責任 到Youtube留言 罵人假新聞 兄弟情深 留賭不留人 然後都跑到 變成Singaporean 哈哈哈 嘩 這一段又是 揭露了那些 虛偽的嘴唸 一方面 突然有一天 在這裡反日 反美 反哩反路 實際上 每個人 都是 一有機會 就潤出國外 無論是經過合法的途徑 或是非法的途徑 拉美走線 偷渡 都這麼多人去 是不是 走上Youtube 又翻牆 亂罵人 有部分是五毛 有些是治干五 治干五是沒有糧出的 但是他仍然一看熱血那班 兄弟情深 留賭不留人 這句也是抽得很重 是不是 一方面又說 如何熱愛台灣的同胞 一方面 有些人就走出來說要留賭不留人 不知道你開邊飯 哈哈哈 但是通通到最後 都是移民了 去做 新加坡人 好了 跟著那句 想尿尿 路邊找花盆 那叫作文明進化論 串 大陸的低端旅客 有部分 小部分 不是每個 甚至乎以往 香港也有 有些跑來 地鐵站 便利 那你怎樣 啊 好了 遙遙領先 我買了iPhone 過了羅湖 帶三箱奶粉 飛過去喝廢水 生吞了六盆刺身 哈哈哈 哇 這些又是 不得了 這首歌 哈哈哈 寫的 那些歌詞 不怪得那麼刺激到那幫小粉紅的神經 激到他 生蝦地跳 就是 一方面又說 遙遙領先 大陸那些科技水平 然後自己買了iPhone 微博最多 這些是不是 口裡叫愛國 實際上 那條鐵文 就發佈自iPhone15 哈哈哈 很多這些人 是不是 啊 就是 走來香港買奶粉 大陸也信不過 三鹿 吃到大頭的 飛去日本 就喝廢水 說別人有輻射 實在有很多大陸人去 啊 現在叫做少一點 就因為大陸 低得緊 如果大陸放生的人去 你說那些人不去才會站 現在的日元那麼低 是不是 生吞六盆刺身日子 那些人吃到嘴嘴聲 瓶瓶有味 大家有沒有印象 早一兩個月之前 在千葉縣 有一群沿海的漁民 動了一些告示出來反對 就是說那些大陸旅客 跑去沿海那裏 捉那些蠔 是這樣子 你知道那群人是滅絕色來 去捕鑊 搞得別人很反感 你知道影響了別人的收成 對不對 所以這群人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 說一套做一套 又說有毒又說生癌 你生癌就去吃 搞錯 當然我不會相信 那些無謂指控 對不對 國際原子能組織 認證了沒有問題 美軍也吃 如果這一刻你還擔心 你就沒有鬼吃 我不是要說服你 你不要吃貴了東西 最好不要吃 你怕那些人 真的 好了 接下來 有一句是這樣寫的 那些歌詞 報告皇帝 首富的錢 已經動態清零 哈哈哈哈 那些過氣的明星 都跪下去 狠努力 舔我的 弊 這個就是有食字的 因為你用普通話讀出來 舔我的 B 他這個有些鞋陰 食字 首先 就抽這個動態清零 然後就抽 大陸的 首富 你看馬雲現在的 遭遇是怎樣就知道 以前是意氣風發 又說李嘉誠過氣 到現在 阿納不倒的 仍然都是李嘉誠 那些過氣的明星 就抽中 香港和台灣的 明星 對嗎 一直走上去大陸 掘金 最近有一首歌 令到台灣 很不滿 因為大陸 找來了一群 那些明星 有些大陸 有些台灣 即是過氣的那群 走去唱這個 明天會更好 大家 老一輩 就會知道 這首歌 80年代 台灣的時候 出的 怎料被大陸挪用了 請了一群這些明星 演一場 冷是溫馨的 大龍鳳 一家親兩岸 別人的民眾 都不是這樣想 最新的民意調查 只有3%的台灣民眾 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至於這首歌的MV 最尾那一段 是由一個 戴著面具的小熊為來 走出來說 有沒有反對的聲音 然後下面有些人 叫沒有沒有 最後那個小熊為來 就說通過 這個就是在抽大陸 其實MV裏面有很多 細節的位置 都是在抽水 比如 有一本書寫著 抖音真經 有一本書寫著 白紙 然後黃明志 弄一把劍出來 寫著華藝寶劍 不是華為的 說別人 一未會抄 所以這首歌就是 刺中了很多 小粉紅的神經 我們看看到底那班人有什麼說 其中一個就是 黃明志是社會的垃圾 可以的話 把他衝進馬桶罷 另一個就說 其實最近 習大都沒有做什麼事 況且 適逢中馬建交五十周年 兩國互面簽證 手上極力致鹹邀請 習近平 訪問大馬 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還要出這些歌呢 總之很多人 就勇去黃明志 留一些反駁的意見 不是反駁隊 哈哈哈哈 這些只是五毛而已 好了 整群人都去講 講三講四 有些就是上綱上線 又說黃明志 這些叫做欲華 實際上 這就是我不認為有什麼欲華的成份 你說黃明志是否反共呢 他百分之一百就是反共的 尤其在他被大陸封殺了以後 他更加豁出去 他都無後顧之憂了 反正都被你封殺了 他只有兩條路走 一是跪低 乃你人民幣 如果不是 他只有就是走去另一邊 現在很明顯他就是一個反共的歌星 這件事我想沒有人會否認 你說他反共就是 他是不是反華反中呢 他不是 他在諷刺你的政治制度 政見不同就不等於說是 種族歧視 我發現有些小粉紅 或者是 那些外國的離岸愛國者 最流行就是這樣說 一味 凡人家在諷刺大陸的政治制度的時候 他就說你欲華 你要區分開 當然大陸 就很流行是把這個 黨和國家 運為一體 凡人家諷刺老共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正在諷刺 中國 他就覺得你是種族歧視 這個在大陸 那個教育裡面就很成功 使得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但實際上 你看不到這個王明智 他是在搞種族歧視的 他不是針對中國人 針對華人 漢人 漢族的身份 來做批評 他正在針對你的政治體制 他認為你極權 所以你說他反共 他就是 你說他反中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反中 老實說 至於這首歌 為什麼會在境外 是紅得起呢 一晚就已經是 破百萬的點擊了 絕對就是 一首很紅的作品 正正就是因為體現出 原來在境外 是有言論自由 和創作自由的 這個空間是沒有受束縛的 老實說以往香港 王瞻也寫過這些類似的作品 當然現在王明智 倒獄很多 是不是 王瞻也寫過 那些六四的聖誕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因為以往是有一個 這樣的創作空間 可以讓他發佈這些作品 現在是沒有的 所以就在境外那裏大熱 你不見美國有些歌 可以推出來 不停唱衰拜登 沒有人會聽的 因為本身美國就擁有言論自由 你喜歡批評到拜登 撻皮也好 他都不會拘捕你的 那用不著去做這樣的諷刺作品 不需要 是不是 你不滿拜登 你丟他就可以了 你罵他早中十八代 都沒有人會拘捕你的 更何況的就是 在西方民主國家 從政的政客 他一定要有足夠的胸襟 去面對批評 他未必會接受 他可能也是當你發握風 當你說的東西是耳邊風 但是就算你怎麼罵也好 你的言論自由是得到保障的 就算他多麼激氣也好 他不能夠在公眾面前展現這個情緒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就算你怎麼罵他都不可以跳濟的 他要克制的 大哥 他不可以拉人風艇的 而在大陸就不同了 當然啦 被人諷刺的 政治人物 他就不會特地走出來說什麼 但問題就是 下面有這樣的小粉紅 他就很容易跳濟的 你走出來跳濟 走出來罵王明之玉華 其實是正中下懷的 就是要得到這樣的效果嘛 原來你這班人 這麼容易被人刺中那個支點 他就不斷弄這些歌出來 你就不斷弄他 其實出醜的就不是王明之 就是罵他的人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另外一單的消息 關於倫敦 這個聖班克拉斯 火車站裏面 那個公眾的鋼琴 那單這樣的鬧劇 上個星期五 英國鋼琴家卡瓦納 遇上一群身穿著紅領巾 手持著大陸國旗的大陸人 後來雙方起了衝突 事源就是 有一群這樣的大陸人 就走上前交涉 就說他們是一群 自願為中國一家自媒體公益平台 拍攝新年祝福 的影片 他們就不願意上鏡 就要求人家刪除那些片段 跟著又說 他們擁有肖像權 諸如此類 其中一個涉事的 大陸人就叫做劉夢詠 他事後就提出了大量指控 包括就說這個卡瓦納 就執意說他們是日本人 又說卡瓦納 指他們手持著共產黨旗的說法是不禮貌 跟著又指控卡瓦納 就彈了一首歧視中國人的歌曲 跟著又說卡瓦納 彈了四十分鐘都還不離開 於是他才走上前問他要談多久 引發出後來的衝突 劉夢詠又指責卡瓦納 不應該 亦是不能夠 拍攝得到他們 因為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他們有肖像權等等 實情劉夢詠 他說的指控 我們可以反駁一下 第一 他說是為大陸那些什麼自媒體公益平台 拍攝新年祝福 這個後來在他自己發佈出來的一條 微信的對話截圖當中 就已經 否定了這個說法 他不是為什麼鬼字 自媒體公益平台 拍攝影片 而是為大陸的春晚來拍攝 他自己貼了出來的 大家留意一下他自己發佈的影片 我不在 特地做PowerPoint 他自己在他的 那個平台上面是有貼出來的 這張截圖 那你又幫大陸中央台去拍攝 其實是 那就無關說什麼自媒體公益平台 是不是 那個是黨媒來的 首先他就是 車大炮 第二 他說人家執意說他是日本人 又說人家彈了一首歧視中國人的歌曲 這些又是濫用 種族歧視的指控 這幫人很流行 實際上這個卡雅 我從頭到尾看不到他 哪一句說話 或者哪些行為 是有針對中國人 或者針對漢族 針對華人 無論是說你的國籍 說你的種族 來做些什麼 歧視的 說話或者行為 我真的看不到 他說人家彈了一首歧視中國人的歌曲 哪首呢 是不是有什麼歌 他應該要指出來給大家開眼界 有哪首歌是歧視中國人的呢 他沒有指出來 他只是別人有彈 然後又說 別人執意說他是日本人 就是歧視他 你現場的環境 那麼混亂的時候 再加上 你這堆人的英語水平 那麼水皮 別人聽到一塊雲 是不奇怪的 這是溝通問題 至於他說不能拍他們 有肖像權 這些很明顯 就是把大陸那一套 法律觀念 放諸在全世界來行使 大陸的法律 不是有凌家性的 這個不是國安大法 你那些肖像權 在大陸是有的 在英國是沒有的 在公眾地方拍攝 怎麼會有人可以 阻止他們拍 很簡單的一件事 正如卡雅納所說 如果你們這群人是不想入鏡的 你自己走勾開就行了 真的 這群人其實就是有政治任務的 幫著央視來拍一些 賀年的影片 不要緊 你拍就拍了 別人也沒有干預你 沒有阻止你 但是你說要保密的時候 那你可以怎麼做 第一 就是直接入旨 向當局提出的申請 就說你拍攝期間 那個位置是要清場的 那你就保密了 如果當局肯批准的話 那你就可以拍了 要不你就這樣照案正手續去做 但是恐怕 搞法的時候 搞到何年何月 別人也未必批 第二 如果你又不去申請文件 那你可以怎樣 你又不想有一個人在那幾十分鐘阻礙你拍攝 那你就一早去 除了含家領這班人 星期五下午的時份走去 星期五 一向都是比較繁忙 如果你要比較空閒的時段 比如說星期日的早上去 我肯定那裡沒有人彈琴 因為星期六 晚上 英國人去了喝酒 去了狂歡 沒有人那麼早起床 星期日 又要懶惰 又要懶惰 喂 是你自己拿來出醜的 這班人 你說我說的 這班人已經是被人起底了 有一個 姓張 多次擔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主導的 春節晚會 國慶 等的活動主持 又經常跟英國的政界人士合照 所以上星期五 在這場鬧劇中 攝氏的大陸人 全部都是跟大陸的政權 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這件事沒有人可以否認 但是你要拍 老實說 別人都沒有阻止你 是否隻眼開隻眼閉 怕他們都不是第一年拍的 那麼 問題就是 你好心這班人代了維穩費 就積極一點 所以大陸是所託非人的 你海外花了那麼多錢 是不是 一會兒又要收賣那些僑領 一會兒就要審給這些人 你想想你花了些錢給什麼人才行 又懶又成 下午才去拍 老實說 一個星期七日 一日二十四個小時 你要找一段時間 是那個鋼琴沒有人的 大把時間沒有人 就算現在這個鋼琴變了 所謂的反共聖地 一晚就去彈那些反共歌曲 包括這個卡雅納 Dr K 他特意知道 你這班人不喜歡小熊維尼 一把小熊維尼出來 你說他欲華 他就 拿了小熊維尼的公仔 拿了照片出來 曬 然後就寫著一句 No CCP at the piano today 他就把你黨和國家區分開來 那你怎樣呢 你咬他吃 其實這件事本來就可以避免 這些鬧劇 你只要積極點 勤勞點 早點起床去拍就已經搞定了 實際上大陸真的花了很多冤枉錢 在外面 明知道要去拍攝 又聲稱說要保密 又不喜歡走在等 又嫌別人押著那個鋼琴 整個四十分鐘都不走 你一大清早走去拍 整個事件已經很不同了 不會有這個鬧劇 不會有這場大龍諷出來 不會出醜 這班人是 啊 所以你說這班人是不是自己拿來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